上一期讲到神龙政变之后,中宗李显论功行赏,给予太平公主非常高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。 此时的太平公主可以说是春风得意,威风发灭。 但是此后不久,唐中宗李显就开始调整功臣政策,朝廷内部再次暗流涌动。 那么李显又有什么新的想法?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,做客白家讲台,为您精彩讲述,系列节目,《太平公主》之韬光养晦。 神龙二年的一天,这个声威赫赫的太平公主忽然因为一个民事纠纷,给告上法庭了。 怎么回事呢? 他呀,和这个长安的一个寺院里的和尚呢,争夺莫面用的水碾,硬说这水碾是他的。 那这个和尚可就不干了,说这太欺负人了,这水碾放在这儿,我们寺里头都用了几十年了。 你去年刚从洛阳回到长安,怎么这水碾就成你的了呢? 两方就打官司,打官司呢,有的法官支持寺院,有的法官呢,就涉于太平公主的威力啊,就支持太平公主。 最后打来打去啊,终于法官还是主持公道了,把这个水碾呢,判给了寺院。 那么太平公主呢,就败诉了,可是太平公主败诉之后呢,她不仅没有生气,反而露出了一丝笑容。 那咱们可能就有两件事不明白了,第一件事啊,太平公主,咱们上集刚刚说过,她已经是富可敌国了,怎么还会去跟人家和尚争什么水碾呢? 这点赢头小力,她怎么也还要呢? 第二点疑问,那这点小力她要也就罢了,她又没要着,怎么反而还高兴起来了呢? 我们要想解答这两个疑问呢,就得先来看一看神龙政变之后太平公主的政治处境。 咱们上一集说过,神龙政变呢,是以张俭之等等五个大臣为主导,李显三兄妹合伙参加的这么一场政变。 那政变结束之后呢,李显当了皇帝,那他当然要给其他参与者论功行赏了。 他是怎么论功行赏的呢? 李显首先要奖赏功臣集团。 那这时候呢,以张俭之为首的五个大臣呢,都官封宰相,而且呢,禁决郡公,整个控制了中央政府。 这是宰相。 那再来看,相王他怎么奖赏的呢? 政变刚一结束啊,他就把这个相王呢,封为安国相王,同时呢,官拜一品的太位。 这是相王的。 那太平公主呢,咱们上一集也说了,他把这个太平公主啊,封为镇国太平公主,同时呢,让他开府社官署,公开参与朝政。 那咱们这样一看,唐忠宗李显,他的奖赏力度够大了。 可是他奖赏完了呢,李显呢,也发现问题了。 什么问题啊? 他觉得,怎么这些人力量这么大,他自己的力量倒薄弱起来了呢? 那可能有人就问了,皇帝还有什么力量薄弱这回事啊? 这天下不都是皇帝的吗? 这其实啊,只是一种理想。 其实皇帝还是相当讲究软实力的。 比方说,唐太宗李世民,那他的班底就很硬啊,文的,他有秦府十八学士,武的,还有秦琼啊,玉池靖德啊,等等这些人给他帮忙。 所以他这样呢,当起皇帝来就特别有底气,觉得自己腰杆子很硬。 啊,那咱们说唐中宗李显,他有没有这样的私家班底呢? 理论上讲,李显也应该有。 为什么呢? 当太子的时候,太子府的那个官员,啊,一般呢,就是这个太子转换成皇帝之后的最亲近的私家班底了。 那咱们看看,李显当太子的时候,他手下都有什么人呢? 第一号种族选手,魏元忠,咱们上集刚刚介绍过,他在武则天晚年,因为得罪了二张兄弟,给贬到岭南去了。 那你从岭南把他招回来,路上也得好几个月啊,不在身边用不上。 第二号种族选手,崔玄伟,这是五大功臣之一,这时候呢,已经划入功臣集团。 跟功臣集团的关系,比跟他李显的关系还要近。 那第三号种族选手,杨再苏,这家伙就是咱们在武则天系列里讲过的,人称两角狐狸,啊,说这个张昌宗呢,是莲花六郎,那就是他。 这人当时干嘛去了? 他也因为一父二张兄弟,给贬到地方去了。 所以啊,当时李显当太子时候,那斯家班底呢,是七零八落,不在身边的多。 而且呢,就算是这些人都回来,他们也是分属于各个派系。 心不能往一处想,劲儿也不能往一处使,不太好用。 那咱们说,除了太子府的官员,李显还可能有什么贴心人呢? 这个如果看过武则天系列的话,可能有人就有经验了。 说李显特别信任太太的娘家人,把太太的娘家人都当自己的心腹之人看待。 当年他刚一当上皇帝,不就要提拔自己的岳父伟玄珍当皇,也当皇帝吗? 最后不是还说出了,我把天下让给伟玄珍有什么不可以啊? 说出了这样的话,还因此被武则天啊,把他从皇帝之位上拿下去,贬到房州去了。 那现在呢,他第二次上去,上海,是不是还要接着提拔夫人的娘家人呢? 他倒是想来着,可惜啊,现在的皇后的娘家已经没人了。 怎么回事呢?他自己不是被流放房陵了吗? 他的岳父一家啊,就受他的牵连,都给流放到岭南去了。 那到岭南呢,这个岭南一个少数民族酋长,就看中了他们伟家的一个女儿,也就是说呢,看上了伟皇后的一个妹妹,想要娶她做压寨夫人。 那伟皇后也是经召大族啊,他们家呢,门帝观念啊,这个思想比较浓厚。 觉得我们女儿怎么能嫁给山代王做压寨夫人呢?不干。 结果人家这个少数民族的领袖啊,一怒之下,把伟皇后的父亲、母亲还有四个弟弟一块杀死。 所以这时候,就算他想提拔岳父,想要提拔这些小舅子,已经没有人了。 那这样啊,李显这儿可就着了急了,功臣那边势力那么盛,而自己私家班里又这么少,这是君若陈强啊。 那君若陈强怎么办呢? 李显觉得这样,他这个皇帝啊,当不稳,他得赶快加强自己的力量。 怎么加强呢? 李显这时候啊,他做了四件大事。 那四件呢? 第一件呢,就是加强皇后伟氏的权利。 那这个伟氏呢,咱们在第一集的时候说过, 他是李显的第二任妃子,跟太平公主同一天结婚的。 结婚之后呢,这伟皇后啊,也没跟着李显过过几天好日子, 不是很快就被流放了吗? 在流放的地方吃尽了苦头。 不过呢,患难夫妻恩情重了, 他和李显的关系,那不是一般的好。 而且呢,这个伟皇后啊, 他比李显的性格要强悍一些,要坚强。 怎么说他的性格就比李显坚强呢? 举一个例子大家知道, 李显在流放地的时候啊, 特别害怕武则天杀他。 武则天每次派出使者来看望他, 他都觉得来者不善, 肯定是来要他的命来了。 所以一听说哪个使者又在路上了, 李显这就赶紧找绳子, 说啊,与其让他们杀了我, 还不如我自我了断。 那每次他一找绳子呢, 这伟皇后啊, 就在旁边制止他, 说你这还行, 咱们宁可被人家杀死, 不能被人家吓死呀。 再说了, 天下的事都是祸福难料啊, 你怎么知道这使者一定是来杀你的呢? 没准他是来放你的呢? 你再等等看, 就这样连哄带劝的呀, 把这个李显的情绪就给稳定住了, 这样呢, 双方就一起度过了流放的那段艰难岁月。 所以在李显心目中, 这伟皇后简直就像他的母亲一样, 那是他的精神支柱, 当年在他最需要伟皇后给他打气的时候呢, 李显也曾经信誓旦旦的跟伟皇后发誓, 说呀, 一旦我能够翻过身来, 重见天日的话, 我一定让你随心所欲, 绝不对你做任何限制。 那现在呢, 他果然翻过身来了, 重新当了皇帝了, 那当然要履行自己的诺言, 所以呢, 马上把这个伟氏重新立为皇后, 而且呢, 让他垂帘听政, 参与朝政。 那在中宗李显的心目中, 伟皇后和自己是一体之人呢, 让他参政有什么错啊, 加强伟皇后的权力, 就等于加强自己的权力。 这是他做的第一件事, 李显做的第二件事呢, 是提拔自己的太子府官僚, 咱们说他太子府不是七零八落了吗, 现在啊, 要重新把这些人提拔出来, 流放的呢, 马上召回中央, 原来官小的呢, 把他们的官也升一级。 那李显做的第三件事是什么呢? 第三件事啊, 他是提拔了几个所谓的左道之人, 那什么是左道之人呢? 左道之人呢, 在当时是指和尚啊, 道士啊, 方士啊, 这一类的人。 那和尚, 道士方士, 如果他们自己修行, 那绝不叫左道之人, 只有当他们跃出了自己这个四贯的范围, 居然想要去参政的时候, 人们才把他们叫左道之人。 那中宗李显呢, 现在就提拔了几个政治和尚, 政治道士, 整天跟他们在一块。 那李显为什么这么做呀? 其实他是需要舆论支持啊。 那这些人呢, 在当时也都是小小的精神领袖, 拉拢他们呢, 在李显看来没错, 武则天当年也是这么搞的。 那李显做的第四件事呢, 就是推尊武则天, 施进提高武则天的臂位。 那他为什么推翻了武则天, 又使劲提高他的臂位? 他是想通过证明武则天的合法性, 来证明自己原来太子身份的合法性, 再通过自己太子身份的合法性, 来推导出自己当皇帝的合法性。 换言之, 他只有证明武州政权是完全正确的, 武则天就应该当皇帝, 才能够说明武则天立他当太子是合法的, 也才能说明他由太子晋升为皇帝, 这是合情合理的。 那他要推尊武则天呢, 他就得贬低神龙政变, 淡化神龙政变。 其实呢, 他淡化神龙政变, 除了推崇武则天之外, 还有一个用意, 那就是打压一下, 因为政变而上来的功臣的势力。 那咱们说李显, 他做了这么四件事, 他的目的呢, 无非是要加强皇权, 坐稳他这个位子。 那在这种情况下, 那些功臣们应该怎么办呢? 功臣集团的压力, 让李显如坐针毡, 酷不及待地增强自己的实力。 在这种情况下, 知趣的功臣们应该考虑功臣分岁, 否则难免会有杀身之功。 有一句话叫做, 狡兔俗, 走狗峰, 飞鸟进梁公堂。 中国历史上, 不乏有这样的先例, 那么, 以张简之为首的五个大功臣, 是不是想这样做呢? 他们呢, 没有。 其实这也很可以理解。 有一个说法叫做, 身后有欲望缩手, 眼前无路想回头。 人都是这样的, 你让他抓住权力, 再让他放弃权力, 这可太难了。 五大功臣呢, 这时候都是恋战不去啊。 不仅恋战不去, 他们还做了四件大事, 跟皇帝那四件大事正好是针锋相对啊。 他们做了哪四件大事呢? 第一件, 他们呀, 给皇帝上书, 要求伟皇后专居中宫, 不要到外面来插手朝政。 第二件事, 他们要求皇帝把那些左道之人给杀死, 第三件事, 他们要求呢, 皇帝贬低武家的力量, 也贬低武家的官职, 防止他们东山再起。 第四件大事, 他们呢, 拼命提拔自己的亲戚。 怎么提拔法呢? 功臣里头不是有一个人叫桓炎范吗? 这桓炎范这时候当了宰相了, 他马上就上书, 唐高宗啊, 唐中宗, 他说呀, 不仅我参与了政变, 我的大舅子也参与谋划这场政变来的。 唐中宗说, 不对呀, 说你的大舅子远在地方, 他怎么能够参与这个政变的谋划呢? 这桓炎范就讲啊, 我跟他有书信往来, 我们通过这种形式来谋划政变。 那唐中宗没办法, 说那也是功臣呢, 也得把他提拔一下, 把桓炎范的大舅子也提拔到中央来。 功臣呢, 就做了一些这样的事。 那咱们说他做这些事对不对呢? 那是不对呀, 那是大错特错呀。 为什么呢? 皇帝就想啊, 他们现在是想要借助自己的功劳来挟制我, 这叫什么呀? 这叫功高镇主啊。 我不能由着他们的性子做, 我得把他们打击下去。 可是打击功臣也不好打击啊, 因为功臣手里都有很大的权力啊, 而反观李显, 他不是力量比较弱吗? 自己一个人打击不了怎么办呢? 咱们都知道一句话啊, 叫做谁是我们的敌人, 谁是我们的朋友, 这是革命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。 那李显呢, 这时候啊, 他知道自己比较弱, 他就得寻找朋友。 那谁是他的朋友啊? 咱们说向王李旦和太平公主是不是他的朋友啊? 他们可不是朋友啊, 他们也是立功之人啊, 也存在着功高镇主的嫌疑啊, 而且李旦更危险啊, 他当年也当过皇帝, 而且呢, 当了皇帝之后, 他还当了十好几年的皇宿, 他资格比这个李显还要老一点。 所以呢, 他对于向王和太平公主, 他是只能防范, 不能利用。 那这些人不是朋友了, 还谁有可能是朋友呢? 想来想去啊, 有一只势力出现在唐忠忠的脑海之中。 什么人呢? 功臣集团不仅没有功成神会, 反而是得寸进尺, 这让得唐忠忠李显心里非常不平衡。 如果再不加强自己的力量, 情况就会很危险。 而太平公主和向王李旦, 虽然在血缘上是李显最亲密的人, 但他们同样存在于功高镇主的嫌疑。 不能够让李显放弃。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, 中宗李显会拉拢谁做朋友呢? 武家呀, 武家有没有可能做朋友啊? 武家是有可能做朋友的。 武则天一死, 武家其实也属于政治上的失忆派了, 他们也急于寻找新的靠山, 因此两家可以一派即合。 那就这样呢, 李显就决定啊, 和武家合作了, 通过拉拢武家的人来打击共产。 那当时武家人最有实力的是谁呢? 武家的政治代表啊, 在当时是武三司, 这是武则天的侄子。 那为了拉拢他, 这个李显呢, 可是没少花了心思。 他都怎么花心思的呢? 他采取了三个措施。 第一个措施, 叫做亲自出马。 神龙政变刚刚结束, 这李显呢, 就三番五次的开始拜访武三司他们家, 每一次呢, 还不是啊, 坐几分钟就走, 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。 这是自己啊, 向武三司示好, 跟他拉近这种感情的距离。 他的第一个措施。 那么第二个措施呢, 就是开展夫人外交。 这李显的夫人外交啊, 其实是从上官婉儿这开始。 那可能有人说了, 上官婉儿怎么又成了李显的夫人了呢? 咱们上一集不是讲过, 婉儿在政变中立了功了吗? 立了功就要奖赏了, 怎么奖赏呢? 让他当官这不行, 他是女性没法当官。 那让他当女官行不行呢? 唐朝宫里头是有女官的, 可是女官的品级太低, 最高品的女官呢, 才是正五品。 用这个五品官来赏功臣, 这太不够意思了。 那怎么样奖赏上官婉儿呢? 李显想来想去啊, 决定了封他当婕妤。 婕妤呢, 是皇帝的妾的一个等级, 是三品。 那既然封了三品的婕妤了, 不就等于把婉儿收为他自己的妾了吗? 妾吧, 那是如夫人。 这个夫人外交啊, 是从婉儿这开始的。 那可能有人说, 婉儿他怎么跟五三四打交道啊? 婉儿跟五三四打交道历史可太长了。 因为啊, 上官婉儿是个八面玲珑之人, 在武则天晚年他看出来了, 武则天要死了, 他必须寻找新的靠山。 怎么寻找的呢? 他一方面是归心礼堂, 和李显他们合作搞政变, 但是在同时啊, 他也和五三四死通。 这个用意很明显, 就是狡兔三枯嘛, 这边不行还有那边, 反正自己想做不倒翁。 那现在呢, 上官婉儿和五三四这层关系, 就被拿出来利用了。 唐忠宗呢, 就让上官婉儿啊, 你接着去接近五三四。 那可能有人又要怀疑了, 说这个, 唐忠宗李显心胸也太开阔了吧, 能够让自己的妾去跟别人死通。 其实这个问题不大, 为什么呢? 因为他让婉儿当这三品的结余, 其实只是给他一个品级, 并不是说两个人真的缔结了什么婚姻关系。 他还是把他当成一个女秘书来看待, 只不过呢, 是个高品的女秘书, 让女秘书去替自己在外交上打开局面, 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事情。 可是光让婉儿去跟五三四沟通, 忠宗李显呢, 觉得还是不够。 婉儿级别太低了, 这才是个秘书, 能靠秘书办什么事啊? 所以啊, 在他的授意之下呢, 上官婉儿又把伟皇后介绍给五三四了。 那么伟皇后一见到五三四呢, 马上跟他一见如故, 避洁了亲密的友谊, 亲密到什么程度啊? 逼上官婉儿和五三四还要亲密。 自治通鉴举过这么一个例子, 说呀, 当时呢, 五三四经常到宫里去, 陪着皇后一块下棋, 两个人坐在那下棋, 唐宗宗干什么呀? 唐宗宗在周围啊, 溜达着转悠着, 替他们数这个筹码, 算输赢。 那当时好多人就说呀, 他在不明就里嘛, 就说这皇帝是给人戴了绿帽子了, 这可不行, 好多大臣呢, 就上书给这个唐宗宗里写, 让他整肃一下后宫的风气, 不要再纵容伟皇后和五三四淫乱。 那么对于这些大臣的上书, 唐宗宗是怎么办的呢? 他是严惩不戴, 谁要是敢上书, 就把这人给干掉, 那为什么呀? 因为唐宗宗里写他心里明白啊, 魏皇后他跟五三四经营的不是什么爱情啊, 而是他们共同的事业啊, 是他自己让他们那么干的呀。 这是他采取的第二项措施, 所谓夫人外交。 那第三项措施呢, 是结成儿女庆下。 大家都知道, 联姻呢, 在中国古代是政治结盟的一个主要的手段。 可是这时候呢, 也有一个问题, 到了中宗神龙年间呢, 中宗李显的所有女儿都已经出嫁了, 手里没有可用的资源, 这怎么办呢? 那咱们都知道这问题好办。 有这个武则天让太平公主改嫁的例子在前嘛, 唐宗宗也可以这样干呢, 所以呢, 就在神龙年间, 中宗让他的两个女儿都离婚了, 两个女儿离婚之后呢, 都嫁进了五三四他们家, 其中唐宗宗李显和伟皇后的亲生女儿, 他们最宠爱的安乐公主, 就嫁给了五三四的侄子, 武重训。 那咱们看, 通过这个唐宗宗李显这么一番努力啊, 这个丽家和武家呢, 马上又侵入一家了。 这个武三四呢, 被官拜司空, 而且是当了在相。 那太平公主的丈夫不也是武家人吗? 所以这时候呢, 也给他提了一格, 由这个郡王变成亲王了, 武家的人又纷纷封王。 那为了给武家人加官进爵找理由呢, 唐宗宗啊, 还发布了一道诏令, 说呀, 武家的人其实也参与了神龙政变, 只不过你们外人不知道而已, 说他们跟张典之他们都是一样立了功的, 你要说功臣都是功臣, 那是功臣呢, 就得赐他们一些丹书铁券。 当时啊, 这个唐宗宗李显给十六个大的功臣都赐了铁券了, 这铁券咱们可能看过水浒有点印象, 小旋风柴进手里就有这么一个丹书铁券, 这丹书铁券呢, 能够保证他只要不犯某反罪, 犯其他的事儿啊, 刑事案件都可以十次赦免他的死罪。 这时候呢, 武家的人也得到这种铁券了, 那咱们看, 皇帝这么提拔武家人, 朝廷里的那些野心家呀, 可就慢慢看出门道来了, 他们这时候呢, 就纷纷改换门庭, 也都依附到五三四的身边来。 怎么依附的呢? 咱们举两个例子, 第一个呢, 是崔石的例子, 这崔石咱们以后还要经常提到, 这是个美男子, 本来呢, 是几个功臣那边的, 是他们的首相。 因为当时功臣正在跟五三四斗争嘛, 看崔石这个小伙子呢, 挺机灵的, 功臣呢, 就派他到五三四那边担任卧底。 可是崔石既然他很机灵, 他马上就看出来了, 皇帝啊, 现在不信任功臣, 猜忌功臣, 反倒呢, 很信任五三四。 那崔石没有什么政治节操啊, 马上翻水了, 把自己在功臣那边掌握的情况呢, 原原本本的就告诉了五三四。 那咱们知道内部一反水, 这损失很大呀, 从五三四这个角度来说呢, 这是收获很大呀, 所以他对崔石非常的满意, 马上给他升官了。 崔石呢, 也就成了五三四身边的一个高餐, 这是一个例子。 那再举一个例子, 当时呢, 有一个人呢, 叫做郑音。 这个郑音呢, 原本是阿尔章兄弟的党羽, 所以阿尔章兄弟倒台之后呢, 他也就被贬到南方去了。 可是郑音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呢, 他想这南方山高皇帝远, 哪辈子才能再见到皇帝啊, 这不行。 于是呢, 他就逃跑了, 逃回洛阳了。 逃回洛阳之后呢, 这郑音呢, 拜见的第一个人就是五三四。 他到了五三四他们家呀, 什么话也没说, 搂着这五三四就嚎啕大哭, 哭得是肝肠寸断的, 把这五三四都给哭毛了, 这小伙子什么意思呀, 他也把他肩膀正想安慰他呢, 这郑音呢, 忽然又笑了, 哈哈大笑啊, 笑得是眼泪又流下来了。 这回五三四可是彻底摸不着头到了, 说怎么回事啊, 这是不是疯子呀? 这时候呢, 郑音说话了, 他说呀, 我不是疯子, 我为什么刚开始对着你哭呢? 是我替你伤心啊, 我觉得你马上就要伸手异处, 久足不保啊。 那我后来为什么又笑了呢? 我笑是因为我替你高兴啊, 我高兴你居然得到我这么一个高人指点。 那大王啊, 你现在想想, 皇帝虽然宠幸你, 可是呢, 那五个功臣可还在你身边啊, 他们都是宰相啊, 而且胆略过人, 当年废掉泽天皇帝都是易如凡帐, 您想一想, 您比泽天皇帝怎么样啊? 难道您心里不害怕吗? 要是您心里害怕的话, 您难道不想听听我的高见吗? 那么五三四听郑音这么一忽悠啊, 被他忽悠用了, 马上呢, 把郑音也任命为自己的高兰。 那咱们看举这么两个例子, 大家就明白了, 当时呢, 巴结五三四已经是一条中南捷径, 所以好多官员呢, 这时候纷纷投靠到五三四这边来, 有五个人巴结的太厉害了, 当事人呢, 就给他们起了一个外号, 叫五狗。 那咱们看, 在这一时期, 五十一族呢, 是既有皇帝信任, 又有百官巴结, 同时呢, 自己还身居高位, 这日子过得可太滋润了, 比武则天活着的时候还要滋润了。 那咱们看这样一来呢, 唐中宗在神龙政变之后的政局啊, 就显得特别特别的诡异。 本来呢, 武则天已经倒台了, 不料武家的势力, 在此之后反倒是不断的提升, 重新高涨起来。 那中宗想要借助武家力量, 打击功臣的态势, 是相当的明显了。 那在这种情况下, 太平公主, 她是怎么想怎么做的呢? 为了打击功臣集团, 加强自己的力量, 中宗李显不惜一切代价, 拉拢武三司, 希望能够借助武家的力量, 遏制功臣集团的气焰。 而太平公主和江王李丹, 也是重要的功臣。 李显的做法, 一下子让具有政治敏感的太平公主, 觉得不太对劲。 面对中宗李显的打压, 太平公主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呢? 她还会像以往那样, 威风八面吗? 我想, 无论是太平公主, 还是向王, 此刻肯定都觉得是寒意淋淋的。 三兄妹共同打江山, 共同创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, 在这个新的江山里, 想要分一杯羹呢, 看来是相当有难度。 虽然说中宗给了她崇高的待遇, 但是呢, 她也是饱受财迹啊。 那在这种情况下, 太平公主应该怎么办呢? 太平公主啊, 这个时期呢, 做了三件事, 来保全自己。 哪三件事呢? 第一件事就是韬光养晦, 那就是我们在本集开头提到的那个故事。 太平公主呢, 一到长安, 就开始跟人家寺院里的和尚争这个水缅。 那有的法官啊, 害怕她, 说要判给她, 也有的法官呢, 要主持公道, 说青天白日, 朗朗天坤, 怎么能够让公主这么霸道呢? 一定要判给寺院。 整个事情啊, 越吵越大呀, 闹得是沸沸扬扬。 那最后呢, 还是判给寺院了。 那这事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啊? 这是太平公主她自己导演的一场戏啊。 通过演这场戏呢, 她达到了两个目的。 哪两个目的啊? 第一个目的, 她想让唐中宗觉得呀, 这太平公主就是这么一个匈无大志的人。 你看她只爱钱, 而且呢, 什么小钱都肯赚。 连寺院河上的这个水面, 她都不放过, 给多少钱都没够。 这样的形象一树立起来, 对太平公主可是有好处的。 因为无论在历史上什么时刻, 功臣爱钱都比功臣爱权, 更让皇帝放心。 这是她达到的第一个目的。 那第二个目的是什么呢? 她还要让唐中宗看一看呢, 太平公主是没有势力的。 你看, 官员哪个买她的账啊, 她连一个水面都搞不定, 可见呢, 她兴不起什么风浪来。 这就叫做韬光养晦。 那太平公主呢, 在这时候做的第二件事啊, 是严懒人才。 唐中宗不是给了太平公主好多的丰富, 好多的钱吗? 这钱怎么花才好呢? 太平公主呀, 拿这些钱去结交士大富。 士大富呢, 没有什么钱。 太平公主看出这点来了, 非常体贴她们, 给她们钱花, 那就像水破凉山这个吉时与宋公明一样。 宋公明怎么有那么大的威望啊? 不就是因为塞给武松十两银子, 再塞给李奎二十两银子, 花钱比较大手大脚吗? 那么太平公主呢, 她这么一花钱呢, 好多大臣也都成了她的粉丝了。 按照当时的说法呢, 叫做远近, 欺人向之。 其实呢, 咱们看太平公主拿钱去结交士大富, 应该就已经看出她的政治家素质来。 她比她的哥哥中宗李显, 还有五三四都强多了呀。 五三四啊, 先不用说了, 咱们看中宗李显, 她当了皇帝之后, 她干了些什么呀? 首先提拔老婆的娘家人, 接着提拔自己的下属, 这跟她第一次当皇帝没什么长进呢? 二十多年, 唐中宗还是这个唐中宗, 这怎么能够让天下归心呢? 那五三四就更不得了了。 五三四当时一看好多人都巴结她, 一得意呢, 就蹦出这么一句话了, 说呀, 我不知待见, 何者为之善人, 何者为之恶人? 但愿我善者即为善人, 与我恶者则为恶人。 什么意思呢? 我不知道天下人管什么叫好人, 管什么叫坏人, 反正我觉得呀, 只要跟我好的就是好人, 不跟我好的那就是坏人。 这哪是一个政治家应该说出来的话呀? 他们这样说这样做, 就意味着呀, 他们的路根本走不远。 这是第二件事。 那么太平公主呢, 她做的第三件事是联合相王。 本来在武则天时期, 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都在武则天身边, 他们呢, 接触机会比较多, 关系也比较深。 那神龙政变之中呢, 兄妹两个又一起立功, 这是同志关系。 那么在政变之后呢, 又两个又一块受到了猜忌, 所以呀, 只能是联合自保啊。 怎么样联合自保呢? 咱们刚才说了, 唐中宗啊, 他拿自己的女儿去结交武则司。 那中宗离贤有女儿, 这相王李旦也有女儿啊。 在神龙年间呢, 李旦一共嫁出了两个女儿, 一个女儿呢, 就嫁给了太平公主前夫薛少的堂弟。 有人说这被奔乱了, 没错, 唐朝人不管这辈份, 反正呢, 嫁过去了。 那另外一个女儿呢, 就嫁给了太平公主的铁杆粉丝薛博洋。 那就是通过这样一些隐蔽的渠道, 他们两个呢, 又是暗通圣器, 休妻与共。 其实, 这一个时期, 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之间的这种结合, 也就奠定了他们以后关系的基础。 那做了这么一番工作, 太平公主对前途呢, 就比较有信心了。 她觉得自己毕竟是一个女性, 不是哥哥皇位的竞争者, 而且呢, 她又是武家的媳妇, 还可以左右逢远, 哥哥呀, 应该不会对她有太深的猜忌。 那么复杂的中宗政局, 究竟会向何处去呢? 太平公主果然就没事了吗? 请看下集, 重俊政变。 谢谢。 谢谢。 。